第三百三十集 既然父王和大哥都不在 那他就是求杜九妹 只要杜九妹发话 或许可以放了母妃 母妃可能是对杜九妹动手了 可是杜九妹现在不是没事吗 既然没事 干嘛还要关着母妃 那带我去见大嫂 软情而道 见侍卫脸上露出蓝色 你若是不答应 我就死在你面前 眼看着已经戳到了皮 侍卫担心真出事 便说道 那属下就带郡主去 如果侍子妃不见郡主 还请郡主不要为难属下 行 你带我去 软情而道 先答应下来 到时候再说吧 不一会儿 软情而在侍卫婆子的带领下 已经到了杜九妹所在的肃心院 门口的婆子 见到软情而 心里不高兴 都是因为徐嫣然 他们才会这么累 都已经半个多月 没好好休息了 王爷不说了吗 让郡主 好好在院子里待着 婆子怒道 现在王府里乱 吓着郡主 你们担待得起吗 那些看拐软情而的婆子和侍卫 心里苦啊 他们也想好好当差呀 可是刚才郡主 可是拿着剪刀 以死相逼呀 现在剪刀 还在身上呢 老姐姐莫怪 郡主 这是着急了 婆子陪笑道 在别人看不到的角度 隐秘地 给了二两银子 让老姐姐不生气 以后好请老姐姐 给安排一个好的差事 梁王妃被关起来 这一次阵仗如此大 估计梁王妃也翻不了身了 现在趁早找出路 以后能有好差事 快带我去见大嫂 阮情而道 十分着急 也顾不得吓人的态度了 那婆子看了阮情而一眼 道 郡主 你也知道的 我们世子妃已经病了半个多月 现在还没好 不行 我就要见大嫂 我还不能来看王大嫂了 阮情而道 快点 快点 在阮情而的不断催促下 守门的婆子只得妥协道 既然郡主执意要见 那老奴进去通报 还请郡主不要喧闹 扰了世子妃休息 好大的架子 可是现在阮情而为了救母妃 不跟杜九妹计较 等母妃出来 再好好教训杜九妹和阮浩君这两个白眼狼 那好吧 你快点去 阮情而道 快点快点 那婆子这才转身进来里面 把阮情而要求见的事情 承报给子婿 之前世子妃出了那样的事情 他们是没有资格直接见世子妃的 必须有人通报 子婿又进来询问 世子妃 秦儿郡主在门口 要见您 要不要见啊 杜九妹微微皱眉 道 不是让人关在院子里 不让出来吗 那些人怎么当差的 郡主依死相逼 下面的人也没法子了 子婿道 让子婿去把郡主身上的剪刀抢下来 再关进院子里 杜九妹想了想 徐嫣然施有罪 而且施有八九是活不成了 不过阮浩明 阮情而 他们和这些事情没有关系 杜九妹即使不喜欢他们 但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 可是这样 就留下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徐嫣然死后 如果阮浩明 阮情二不明真相 会怨恨他和阮浩君 这件事情 徐嫣然咎由自取 杜九妹也是受害者 她不想为徐嫣然背黑锅 仔细考虑了一遍说道 子婿 你还是让阮情二进来吧 我身边有这么多人 那阮情二也不会伤害到我的 子婿见杜九妹这么说 点头道 是 世子妃 子婿来到门口 道 世子妃身体不适 不过念及郡主心切 还是决定打起精神 见见郡主 不过你手上的剪刀 不能带进去 对于子婿说的话 阮情二虽然不满 不过现在形势比人低 也没有办法 先忍气吞声再说 那好吧 只要杜九妹同意见她 就把剪刀给那个跟来的婆子 她只是来见杜九妹 又不是真的要自杀 阮情二跟着子婿进来 杜九妹已经穿上衣 坐在床榻上 大嫂 我母妃去哪了 你知道吗 阮情二见到杜九妹 急忙问道 至于母妃为什么不见 她并不问 像是在故意躲避事实一般 杜九妹见多了这样的人 心里冷笑 不过面上自然 说道 王妃被王爷关起来了 至于什么事情 不如你晚上问父王吧 关在哪 大嫂 你带我去 阮情二声应道 强烈要求杜九妹 不管不问其他的原因 也不念及杜九妹有了身孕 不能四处走动 杜九妹可不想带阮情二 去见梁王妃 她是要和阮情二说道理的 给子婿使了一个眼色 子婿会议 搬了一个袖墩 放在距离杜九妹床榻 一丈远的地方 道 郡主请坐 大嫂 我不坐 我要去母妃 阮情二像是一个 不讲理的小女孩一样 根本就不配合 杜九妹也会演戏 像是没有听出来 阮情二语气里的刁门 慢吞吞倒 王妃是被王爷 下令关起来的 你不好奇 父王会关起王妃吗 听了这话 阮情二再也绷不住了 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躲闪杜九妹的眼神 不敢往这边看 心里嘀咕 如果不犯错 怎么会被关起来啊 可 可能是母妃 做错了事 可是我会劝母妃改正的 大嫂 你别和母妃一般见识 带我去见母妃吧 阮情二说了一句软话 她的重点 一直围绕见王妃 而且还不停请求杜九妹 不要和徐燕燃计较 由此可见 阮情二已经猜到了母妃 做了坏事 杜九妹听了 摇头道 没有父王的命令 谁都不能带你去 更何况我现在身体不适 不能带你去 大嫂 那也是你婆婆 你不能如此不孝 阮情二见杜九妹 阮得不吃 就开始来硬的 又拿孝道来拿捏杜九妹 杜九妹以前不怕 现在更不怕 继续道 妹妹难道不想知道 王妃为何被抓起来吗 阮情二面色大变 吞吞吐吐道 这 这 我母妃 能做什么事情 你和大哥 就不要为难我母妃了 毕竟 她也是你们的嫡母 杜九妹最不喜欢听的 就是这句话 这阮情二越不想听 杜九妹还偏要说 既然妹妹不知道 那我这个做大嫂的 就跟你说说吧 杜九妹道 王妃神巫术陷害我 已经被抓到了现行 巫术 阮情二一听这两个字 心里大惊 这可是要被杀头的罪名啊 现在杜九妹没有事 还算有转机 阮情二急忙解释道 大嫂 我母妃不会这样做的 而且你现在也没事 就和父王说说 放了母妃吧 这阮情二不愧是 徐嫣然调教出来的女儿 听到这样的事情 不是承认 而是反驳 一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 王妃不光 要用巫术陷害我 而且还用巫术 害死了仙良王妃 杜九妹再一次说道 这阮情二还想反驳 杜九妹继续道 你没有亲眼看到 你还是不信 不过当时陛下身边的 夏公公也在 而且那巫师和徐嬷嬷 都已经招认了罪名 和背后的指使者 就是继王妃许嫣然 不 不可能 阮情二惊慌失措 后退两步 不可能的 我母妃 并没有害先王妃 徐嫣然不害死严肃儿 她也做不成 梁王府的继王妃呀 在巫师的招认之下 在继王妃居住的 咽院里 找到了保随 十几年的不偶 杜九妹道 证据确凿 就是继王妃做的 犯了这样的大罪 你以为继王妃 还会被关在家里吗 今天一早 已经被送到 金兆衙门的大牢里了 啊 阮情二大害 尖叫出声 大嫂 求求你 我母妃是不会这样做的 你们冤枉母妃啊 现在是否冤枉 不是我说的算 是官府说的算 杜九妹道 我只是一个病人 不能移动 我也不能为继王妃说话 阮情二整个人愣住了 呆愣愣站在那里 她不想承认 可是现在的事情 不得不让她认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她的母妃 或许会死 这杜九妹 是不会帮她的 不管是母妃出手 害杜九妹 还是害了严肃儿 杜九妹都没有立场 去救母妃 现在她能依靠的 只能是去找外祖父 外祖母 你们不帮我 我就去找外祖父 外祖母 说完阮情二 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一样 转身离开 继王妃 已经被徐家赶出家门了 杜九妹轻飘飘道 如果你母妃没有做 徐家定然会为她开脱 可是徐家也放弃你的母妃了 不可能 阮情二道 绝对不可能 杜九妹正色说道 是不是骗你 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再说了 我之所以和你说这些 是想告诉你 杀人偿命 你母妃害死了人 自然要偿命 并不是我害了她 是她自己害了自己 你若是想不明白 等到晚上 你可以去问父王 不 不可能 阮情二道 我这就去找父王 外祖父 说完再也忍不住了 撒腿就往外跑 丫鬟婆子都拦不住 该说的 杜九妹全部说了 至于阮情二会怎么样 那就不是她杜九妹管得了的 不管如何 阮情二都是梁王府的郡主 杜九妹没有资格管她 只要阮情二不来害她 杜九妹也懒得管 与其让阮情二 寻死密活地闹 还不如让她认识到残酷的事实 她的母妃不得不死 罪有应得 那些丫鬟婆子也不是吃素的 想到梁王府马上要变天了 他们不敢怠慢 还是在阮情二快到二门的时候 拦住了阮情二 送回阮情二的院子 并且把屋里的利器全部收起来 免得着情二郡主又以死相逼 夏如兰见阮情二被扭送回来 也是大惊 之前院子被围住 夏如兰只是好奇并不害怕 可现在阮情二有这样的待遇 她不得不仔细想想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阮情二出去一趟 头发乱了 手势也歪歪扭扭 好不狼狈啊 可是房门已经被关上了 任凭阮情二如何拍打 房门都没有开 秦二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夏如兰问道 你先别急 你说出来 我们一起想办法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阮情二太过激动 根本就不听夏如兰的解释 阮情二是个大姑娘了 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她的母妃再接难逃了 夏如兰也不好多问 先等阮情二平静下来再说 好一会儿 阮情二累了 夏如兰扶着阮情二坐到软榻上 给阮情二倒了一杯水 道 先喝口水 先喝口水 阮情二接过杯子 几口喝了下去 之后茫然问夏如兰 道 表爷 你说我该怎么做 才可以救母妃 夏如兰也很着急啊 她是想帮助阮情二 可现在阮情二不说具体什么情况 她也不好给阮情二建议啊 那你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夏如兰问道 你先别急 我们一起想办法 能让阮情二如此惊慌失措 到这样的地步 想必连王府里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 定然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只是她在连王府里 只有徐燕然和阮情二两个靠山 现在姨姐没有动静 只能从阮情二这里下手了 阮情二断断续续 颠三倒四 终于把整件事情说了一遍 听了之后 夏如兰目瞪口呆啊 她知道姨姐可能是出了事 可万万没想到 姨姐居然做了这样的事情 现在事情败露了 即使不是死路一条 也会常办清灯一辈子 表姨 你说说 我该怎么办啊 阮情二问道 现在府里 现在府里 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夏如兰虽然同情姨姐 不过姨姐的行径太过了 不过在阮情二面前 夏如兰轻声道 秦二 现在我们出不去 我知道你着急 可是这样 也无济于事 表姨 我母妃 是不是要死了 阮情二 在徐燕燃的交养之下 虽然刁蛮 不过并不傻 至于坐实了母妃 使用巫术害人的事情 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夏如兰无言以对 不知道如何回答 阮情二大哭 表姨不说 就证明了她的猜测 母妃 母妃 阮情二哭了很长时间 不停抽咽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阮情二哭累了 只剩下抽咽 夏如兰想了想到 秦二 你现在要振作 府里现在已经被控制了 咱们没有办法 你要想想以后 该怎么办啊 阮情二不解 道 以后 是啊 以后 夏如兰道 现在不管如何 我们要保住了姨姐的命 你已经定了婚室 只要你出嫁了 求求郡王 我们或许 可以救出姨姐 阮情二听了 眼睛一亮 是啊 父王能把母妃交出去 自然不会再救母妃 至于杜九妹 阮浩君这一对虚情假意的夫妻 更是不会帮着母妃的 至于外祖家 阮情二不敢相信外祖父 不管不问 表爷 你说外祖 会不会把母妃 赶出徐家宗族 阮情二 难难道 虽然她有不好的预感 可她仍不愿意相信 夏如兰不是阮情二 她是局外人 看问题更加理智 我觉得杜九妹 没有说谎 夏如兰道 巫术 让皇家和世家都很忌惮 徐家为了二皇子 也容不下三姨姐了 可是 可是我母妃对外祖父 外祖母那么好 我们每年 都要给他们二三十万两银子 阮情二道 他们不能这么无情 情二 冷静 冷静 夏如兰道 这段时间 你和姨姐真心待我 既然这样 我就不能不说实话 现在姨姐能依靠的 就是你和浩明了 你和浩明不能乱 或许 有可能保住姨姐的命 母妃 阮情二好好大哭 夏如兰写了一封信 等阮情二哭声停了 才缓缓说道 你哥哥现在还不知道情况 你找人赶紧把信送出去 让他心里有数 阮昊明毕竟是男的 考虑问题比他们两个女孩子 全面很多 而且形势也方便一些 有阮昊明出面 总比他们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乱撞碰壁有效率 阮情二虽然悲伤 不过现在已经平静了一些 道 好 我这就去安排人 在王府里 只要有钱 还是可以办成事情的 阮情二花了五两银子 找了一个婆子 把信件送了出去 阮昊明在自己的院子里 急得团团转 收到阮情二的信 一屁股坐在地上 呆愣愣的 虽然手上的那张薄薄的一张纸 可里面的内容千千万万惊重 压得她几乎站不起来 母妃用巫术陷害杜九妹 母妃用巫术害死了严肃儿 母妃被外祖父赶出了徐家 母妃活不成了 这是阮昊明脑子里得出来的结论 这 这该如何是好啊 阮昊明怅然失措 她没有像阮情二那样大吵大闹 因为她知道 大吵大闹 她也不会被放出去的 好一会儿 阮昊明的脑袋里面 理清了一些头绪 这才用力拍巴掌 使劲地拍 可是这一次又让她失望了 那个厉害的老者没有出现 以前母妃 每次有重要事情 都会让其去做 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那个人没有来告诉她 突然阮昊明 再一次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失望不已 那个厉害的老者 是徐家派来保护母妃和他们的 现在都已经把母妃赶出徐家的宗族了 如此 徐家派来的人也就收回去了 天哪 外祖家 怎么 怎么会 这样无情呢 阮昊明两手抱头 呜呜大哭 这是她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不知道怎么办 母妃 我该怎么办了 我该怎么办了 阮昊明难过得 喃喃自语 她想救母妃 可是她现在 连出院子的能力也没有 就是一个窝囊废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阮昊明觉得眼前一暗 像是有人来了 我该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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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办了